《早晨》 《早晨》 這間學校跟以前的學校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間學校是一間很小的學校 我們以前的學校有很多人 可能有2000人 但這間學校只有100人 你就可以認識所有人 可以跟其他人做朋友 你不會有些不認識的 你也可以很開心地跟他們說 早晨,Hello 在這裏我可以認識很多不同的朋友 可以認識很多長久的 一直以來的朋友 我快畢業了 我都很想念他們 我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我有朋友來自加拿大 來自香港 韓國 中國 尼日尼亞 回到香港的時候 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我們香港人會舉辦 好像有些聚會 可能會介紹一些以前的舊生 過來給我們這些新生識 所以我們很有機會 可以認識到很多年前畢業的人 現在我都認識很多 以前在GEO已經畢業了 我們現在都有聯絡 來這裏 去發展我的英文 是我的其中一個目標 我來這裡之後 我就跟很多不同的人聊天 例如特別是那些 英文是他們的母語的人 因為跟他們說話 他們會教你怎樣去讀 教你怎樣去說 因為我現在是一個學生會主席 在這個英文學校裡面 如果英文不好 真的很難跟別人溝通 我也覺得這間學校 可以準備得很好 可以和大家交流 我現在已經沒有問題了 因為我如果跟其他人說話 我都會回家 我很希望大家可以考慮這間學校 因為這間學校對我 對我很有滿足 或者幫助我很多 我不會後悔來到這間學校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考慮這間學校 因為這間學校 真是一間很好的學校